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昨天我跟大家讲说台股呢 它要出现一个底部讯号 会出现会必须要形成一个转折三要件 那么今天已经出现了满足的第一个要件 所以接下来后面还有两个要件 要来持续来做观察 不过台股今天会往上面涨呢 基本上是跟这个台币有很大的关系 台币呢昨天的强升了1.04角 中指了莲武扁 所以今天呢这个早盘呢 一大早在开盘之前呢 在8点51分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的会员朋友讲说 今天台股呢 今天可能会表现比较强 那十字均线呢 目前下一道12867点 那一旦来做突破就是一个转强的讯号 所以今天早盘在8点51分盘潜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的会员朋友讲 说今天这个台股会比较强 而且会突破十字均线的几率蛮大的 那接下来就要注意到 当这个台股呢 今天呢站上这个十字均线之后 后面要怎么走 这后面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当然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看这个大盘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大盘是今天完成第一个步骤 但是其实呢 已经有很多的十年线的股票 都已经强势大涨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我说台股呢 你不要认为说台股它真的会跌到十年线 因为台股呢 虽然没有到十年线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积电 它还没有跌到十年线 而且台积电我也不认为 它会跌到十年线跌那么深 你看台积电昨天跌过380块钱 今天又占回到380了 380块钱是十倍的本益比 我认为380块钱以下我都跟大家讲过 我认为都超跌了 都超跌了 所以呢台股呢 不见得会回到十年线那么深了 那有些个股呢 它跟大盘指数呢 它是不是同步的 那有些个股呢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说 它已经先回到十年线 包括像低润股 包括像面板股 包括像这个主机板的股票 那么今天呢换到一些快充的概念股 都回到十年线以后开始强势大涨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如果你看这个大盘 你一定会不敢去买股票 你会观望 但是其实呢 这里很多档个股它跌到十年线 它是一个长线的买点 我跟大家讲说 现在我跟你讲 你可能不相信了 你一个月以后 你再回头看看我跟你讲的股票 你会感谢我 你会感谢我的 我跟你讲说 十年线绝对是难得一次的买点 所以待会我们再跟大家讲 这个十年线 到底它具备什么样的威力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投资朋友 你如果现在想要问一些问题的话 你可以呢 现在用我们的YouTube的聊天室 直接把你想问的问题传上来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档有投资朋友 在问这个3037的星星 还有这个KGA呢 问这个2303的联电 好 我来先帮投资朋友 先回答一下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把这个盘先解一下 因为大家很关心这个盘 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止跌了 这个大盘 我在节目上 昨天跟大家讲过 转折三要件 第一个要件是突破 就突破十日均线 那第二个要件呢 它会来做回撤 那回撤不破低点以后 第三个要件再突破 那这里就是底部讯号了 这里就是底部讯号了 那目前为止 它完成第一个步骤 因为它已经站上了十日均线 所以这两天 它会有一个什么 它会有个回撤动作 会有个回撤动作 这回撤呢 基本上它只要没有跌破这个低点的 大概3% 因为3%左右是一个有效的跌破了 按照技术分析的理论 它如果回撤低点 或者是呢 它稍微微幅的跌破一下低点都没有关系 不要超过3% 那都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呢 它回撤完又它还会再做一次突破 再做一次突破这个十日均线 那就可以确认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底部讯号了 就可以确认这个地方就是底部讯号了 那当然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说 个股呢跟这个 个股呢跟大盘的走势呢 不会是同步的 不会是同步的 你看这个面板股 今天这个新闻这么大 今天新闻这么大 友达上一季亏104亿 对不对 董作呢 展望呢后面后市是看保守的 然后面板出现断崖式的衰退 你看今天那个利空新闻这么大 但是你还记得吗 我在这两天有没有跟你讲 我说面板股 这个友达已经跌回到十年线了 所以它拉回是站在买点 那现在为什么会这么多利空 因为它现在反映到上一季 上一季面板的报价还在跌 所以它上一季是亏损是很正常的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股价是反映到未来 股价不是看过去亏多少钱 是未来会不会出现由亏转盈 未来会不会出现由负转正 这个是关键 那我跟大家讲说 面板股的报价呢 现在呢一直不断的在往下跌 但是呢他们已经开始做减产的动作了 我说因为减产 所以他们的报价呢会开始由负的开始慢慢的转正 所以股价呢又回到了十年线 我认为这是难得一次的买点 所以我没有跟大家讲说 友达回到十年线 这个拉回要站在买方 拉回什么地方 我说拉回二分之一的位置 你还记得吗 前两天我跟大家讲了嘛 我说友达这次涨上去 他已经先见低点了嘛 他已经领先大阪先见低点了嘛 所以我说这次如果拉回二分之一 你要站在买方哦 所以你看 今天十月二七号 他是不是这个利空交易跌下去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买点了 就是买 今天十月二七号那你看 到底今天买的对不对 你看今天买完以后是不是上去了 差了七%呢 那你看他是不是回到二分之一的位置 二分之一的位置是一个买点 是不是火轮回这二分之一是买点 那你今天买的是不是赚钱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啊 这里真的是一个买点了 我们现在已经跟大家讲到 待会我再跟大家介绍说 十年线的股票还有哪些股票 是你这一次难得一次的机会 你要布局 除了面板股之外 还有什么股票 待会我再一并跟大家来做报告 我们现在先来回答一下 投资朋友的问题哦 另外一位投资朋友 欧欧问到这个请问8028的 森阳半导体后市的看法 好 我们先回答第一档是3037的星星 好我们看一下3037的星星 好星星我们看一下 星星这两个股 你有没有看到它目前为止这个地方 你看到它这里曾经爆出大量 爆大量之后是投信卖超 卖超以后呢 就持续往下大跌 那这个地方呢也出爆出大量 爆量以后呢 投信卖超大跌 那这个地方也出现大量 那投信卖超 然后大跌 那这里呢 也开始有量出来了 但是这里是投信是买超的 所以不一样了哦 投信不一样了 所以呢我认为星星这个地方 应该在这边试图来做个主体的动作 试图来做主体的动作 那这档个股的我认为呢 基本上它的前波低点在106块钱 这个低点 我认为这个低点没有跌破的话 它这个底部会慢慢成型 然后来慢慢来往上挑战这条季线 季线在135块钱 所以它目前比较大的反压在135块钱 我认为这档个股呢 低点没有破你可以续报 挑战这个季线到季线附近 你再来做个卖出 因为这里它试图做打底动作 也就是说大盘它这个地方是破底 但是呢它并没有破底了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投信开始站在买方 投信开始站在买方 那投信为什么会买它呢 因为近期它公布的业绩还算不错了 还算不错 那只是说它可能反弹的力道 可能没那么强 因为它的融资还蛮高的 你看这个融资 所以你只要有这档个股的话呢 短线上是可以还是可以抱着 只要这低点没有破都先续报 那但是呢如果到季线附近呢 还是要卖一下 因为它的这个融资比较高 从不还是稍微乱一点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档个股呢 是问连电 2303的连电 好连电呢 我记得我在节目上有讲过 这档个股很多投资朋友有 所以呢我回答一下 连电呢这一次最低你可以看到 它最低是不是跌到35块钱 35块钱它破这低点嘛 但是你看它破这个低点之后呢 它破底之后呢 它并没有再度往下跌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破底翻 这个地方叫做技术面叫破底翻 那为什么会破底翻呢 因为它今年大概开始赚6块半嘛 明年EPS大概赚5块钱 最差大概赚5块钱 所以本益比呢已经杀到6倍到7倍了 我认为已经来到相对低点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是相对低点 我认为再破35块钱的几率不高 即使大盘可能还会再回撤 或者大盘可能还有低点的话 但是我认为连电 你要再破35块钱的几率已经不高了 甚至呢35块钱 如果一旦跌破的话就是一个买点 所以我认为连电基本上 我认为可以续报 因为这里已经跌得差不多了 可以续报 那第一个支撑点是35块钱 电高上去来讲 第二个支撑点提高到37块 所以37块来讲的话 基本上这个拉回应该是站在买方的 应该是站在买方的 未来还是有机会来挑战这个前波高点 所以这档个股呢 我认为36块钱不破续报 后面会来挑战这个44块钱 到45块钱这个高点 我认为是这样子 你可以持续来锁定 因为这个说实在话 真的没有什么好卖的 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很多档个股都已经跌到了 几乎10年线了 或本益比较6到7倍了 那只是说现在市场上信心比较不足 为什么市场上信心不足 因为台币在扁嘛 外资在卖 但是你看台币一旦直扁了 今天这个买盘就开始回来了 一开始回来 很多档股票呢 它跌到10年线的股票呢 都已经跌不下去了 都开始在震荡走高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把握这个 10年来到一次的机会 很多人可能这个地方不晓得什么叫10年线 你要知道10年线是10年买进的人的成本 你一档股票要报10年 表示你对这档个股基本上都是长期投资的人 那什么时候会跌到10年线 通常是股灾的时候才会跌到10年线 那股灾跌到10年线基本上 都是这些长期投资人 他们想要去另外一次布局的机会 因为他们放长线嘛 所以他们的筹码是很稳定的 那这种稳定的筹码之下呢 如果基本面开始出现翻阳的现象 或者出现利空不跌 或者出现所谓的有利多的讯号 那这些股票就会开始真的往上涨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8028的森阳半 深阳半导体 好深阳半导体这波可能跌幅就比较深一点 这波跌幅比较深一点 那最主要它上涨波拉到77块钱 77块钱来讲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业绩基本上 它每个月还在往上面做成长 但是呢 它今年前两 前几年今年上半年大概赚1块钱左右嘛 对不对 上半年赚1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今年一整年呢 大概可以赚2块钱左右 那2块钱的话呢 77块钱的本益比就太高了 所以它为什么这波会往下跌 好会往下跌是因为这里本益比太高 大概已经接近到30倍左右 所以这一次它是往下跌的蛮重的 那这两个股短线上也开始呢 也开始要反弹了 好开始要反弹了 不过反弹上去呢 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里呢 这个位置区在62块钱左右 62块钱左右 这个压力比较重 那现在位置是在52块钱 它要反弹10块钱可能没那么快 它应该是属于一个震荡 慢慢的往上面 跌高底部上去 但是呢 因为它今年赚的钱呢 并没有很多 所以它股价要往上面大涨的条件 或者回到这个位置区可能 可能今年是没有办法回到这个位置区的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股呢 它也是技术面 它短线上先做个反弹 但是它算是比较弱势的反弹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法人呢 也没有站在买方啊 法人反而在停损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 这两个股呢 它会先反弹 但是反弹的空间不是很大 目前最大的压力 我们先看这个地方 大概在57块钱左右 所以这两个股 如果你有的话呢 57块钱以上呢 短线上先卖一下 你即使要买回来 你也等它拉回再买 那这两个股我认为呢 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支撑点也提高上去了 支撑呢 它已经提高到 49块钱左右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股呢 48块钱到49块钱呢 这个地方没有破 可以续抱 可以续抱着 等它反弹呢 接近到57块钱附近呢 这个压力点 再把它做个卖出 因为它可能很难 弹回到60块钱以上 以它今年赚获利的条件来看的话 可能比较困难 它要涨到那么高比较困难 那这里的话 我认为倒是有一些股票呢 可以提供你来做个参考 来做个换股操作 什么样的个股呢 我们现在就来讲 好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已经讲友达 对不对 友达今天这个拉回 今天这个低点呢 今天这个低点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最低点的 这个低点就是买点的嘛 我刚刚跟大家讲过 就是买点的嘛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拉回 基本上就是站在买方嘛 对不对 那后面呢 就从这里是不是开始涨上去 大概涨大概7% 大概中间这个价值要超到7%左右 所以呢 友达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 而且呢 我跟大家讲 现在的低润股 因为报价实际往下 但是我已经跟大家讲说 现在大厂美光也在 美光呢 还有一些美国一些 做低润的大厂 他们都已经在减产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 低润的报价 现在是往下没有错 但是在明年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一定会开始从谷底翻阳 那股价呢 会先行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 友达先涨一波的原因 那你现在不要先小看 它这个地方 好像只有涨大概 三成到四成左右 我这把后面它还没有涨完 因为后面如果说 低润的报价 正式从谷底翻阳上去的时候 他们的营收会开始做成长 所以今天这个利空啊 上半年亏了104亿 这个上一季就可以亏104亿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它报价是往下跌的嘛 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 今年从第四季开始 会开始从谷底翻阳 所以我认为友达反而是 拉回是一个买点 另外我们再看这个群联 8296群联 群联是做什么 群联是做快散记忆体的 那你来看哦 这档个股也是一样哦 这里我认为它打出双底 这里是一个W底的形态 我认为它打出个 长期的双底形态 目前它已经站上这个季线了 这个双底形态什么时候会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快速的攻击 当它突破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这里高点跟这里高点的 当它突破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一突破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底部成型了 目前在打这个双底嘛 你看这个群联它的底部在这个位置区嘛 那大盘目前的位置在这里嘛 大盘目前的位置在这里嘛 所以它已经领先先打底了嘛 那为什么 为什么群联会领先先打底呢 我也跟大家讲过 因为Netfresh这个报价也是在往下跌 但是他们也开始在减产了嘛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生产一颗就赔一颗啦 这是他们减产的原因嘛 那你生产一颗赔一颗 你公司你这个厂商你不减产 你不是赔更多吗 所以它一减产 他们的报价后面一定会往上面涨 那现在股价已经先行反应了 所以我认为后面这个打出这个双底之后 它后面一旦来做突破这个高点 它攻击会非常的快 它会有一波很强劲的攻击波 时间可能没有这么快 但是呢我认为它已经在打双底的形态 所以像这种个股呢 不用杀低拉回一直站在买房 包括像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通家 3588的通家 它是不是跌回到10年线了 这讲是10年线嘛 它跌回到10年线嘛 那跌回到10年线会怎么样 跌回到10年线就买盘就进来了嘛 所以你看今天它也没有什么利多消息啊 对不对 今天这些快充的这个什么概念股 有利多消息吗 没有利多消息啊 那为什么它今天会涨停 因为跌回到10年线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看 你看我这几天跟大家讲的一些10年线 跌回到10年线的股票 像这个低润股 面板股 快散记忆体 那今天换什么 今天换快充的这些概念股 它们回到10年线都在涨了呢 你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如果还是在看大盘的人 你绝对会失真 我昨天跟你讲过 你看大盘不准了 因为大盘基本上是台积电 看大盘的人基本上就是看台积电 那台积电是因为外资一直卖 所以台积电才会超跌 跌到10倍的本益比 但是如果你不要看台积电 你不要看这个大盘 其实很多股票都回到10年线 那我跟大家讲过 10年磨一剑 10年线代表是一个 长线的多空的分水岭 除非你真的看坏说台股 要走10年的大空头 那10年线你当然不敢买 但是台股这10年来 经过多少次的股灾 基本上每一次到10年线 都是另外一次长线的买点 而且大家能够真正 能够在股市里面赚到大钱人 都是在10年线附近去买人 后面都大赚钱 他不是在1万8千点去买股票 很多投资者是反向操作 在1万8千点去买股票 对不对 你要跟你说2万 你在1万8千点去买 那1万8千点那地方已经离10年线很远了 那不是一个真正可以价值投资的地方 真正可以价值投资的地方在这里 但是偏偏在这里很多人不敢买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赚钱的人永远是少数的 这句话你有听过别人讲对不对 那你自己想想看 这个地方为什么到10年线你不敢买股票 就是知道大部分人都不敢买 大家都认为这个还会跌 还没有跌完 景气这么差 业气这么烂 但是你想想看 哪一次底部不是都这样子吗 如果没有这个景气差 没有这个业气烂 股价怎么可能跌到低点让你去买 对不对 好我们再回答下一档 这个小克他问到1560的中砂还会再涨吗 好我们看一下1560的中砂 中砂今天表现还算蛮强的哦 中砂呢 其实中砂它也是被这个半导体的关系拖累下去 它做这个钻石碟的嘛 其实公司的技术还算不错 也是蛮赚钱的公司 那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曾经爆出大量 那爆大量以后呢 它是创新高爆大量 所以这里爆大量这里有出货的嫌疑了 好这里这根大量出货的嫌疑 但是因为短线跌生的嘛 它也会反弹嘛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不要杀低 不用再做杀低动作 那在这反弹上去呢 最大的压力呢 目前在这个颈线的位置 这个颈线位置在125块钱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头部形态已经完成了 像这种各五反而我认为呢 它短线上它会反弹 不用去做杀低动作 但是反弹的空间最多大概125块钱压力最重 所以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没有比跌到10年线的股票来得好了 我认为跌到10年线的股票是比较好的 那这个股票呢 高档区都爆出大量嘛 所以这个上涨压力比较重 卖压就是它所谓的套楼卖压会比较重 所以它很难突破这个125块 即使过了125块钱 这个卖压会把它卖下来 所以这两个股呢短线上续抱着 往上来挑战125块钱这个地方就站在卖方 那可能需要时间没有这么快 可能需要时间慢慢的慢慢的谈 但是你要记得 未来只要谈到这个颈线这个位置去 就不要再做追高动作了 这样子小课应该了解吧 好我们再回到盘面上的解盘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金星科你看 我在今天大涨上去 我在前两天都跟大家讲 它是被错杀的戏技材 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跟它没有关系 都乱杀我觉得这个都乱杀 你看杀到季线还在杀 就杀完之后它今天站回到季线 这个都是乱杀的 像这种个股我认为是被错杀的戏制裁 我认为大家后面会慢慢的往上面涨 因为它的筹码很干净嘛 就2000多张融资而已嘛 筹码很干净 这样个股 主力要回来做它马上就可以拉上去 这个也是我认为后面还有高点的股票 包括像新胜利 这个锂电池模组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的自行车 从那个千双电池 现在开始慢慢改成锂电池了 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说 这个新胜利拉回 你要记得拉回到季线附近 它是一个买点 你看它昨天跌到季线 今天马上拉长融上去 现在大盘还没有站上季线 像这个新胜利先站上季线的股票 它是强势的股票 这种强势股最容易在创新高 最容易在创新高 所以如果说你有新胜利的股票 你一定要报老 这也是我们会员持股之一 一定要报老 因为我认为这场个股震荡完之后 它会再创新高 它记现守住了 它最有条件在创新高 所以你要把握住 类似像这种股票的机会 好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 那问题都回答完了嘛 所以我最后跟大家讲 给自己一个十年一次的机会 给自己一个十年一次机会 你要想要买这种十年线 买这种长期底部的 长期在价值投心的 价值核心不错的股票 价值投资的股票 这里是一个机会点 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吧 反败为生的机会 那要把握这个机会 当然就打08037088 那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谢谢 本头顾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赐付投资风险 点赞订阅 是 届员的 证券 感谢观看